酒驾心虚竟然还想要躲避拦剑冲撞警察 在台北市万华有一名男子骑机车被警方拦下来施行酒策 一开始骑士假意配合然后突然加速冲撞远警后逃逸 造成远警的手腕擦挫伤 而另外同样也是在万华则是有轿车驾驶拒减加速逃离 过程也差一点撞到警察了 事后两个人都被逮捕移送法办 停下停下 黑衣骑士来到零件店准备接受酒策 不过他心虚假意配合 车才刚停下来突然就猛吹油门加速逃离现场 过程中还差点摔车 远警想要拦也来不及了 不过车号早就被寄了下来 事情发生在去年2月台北市万华区滑江桥下的零检点 这名红姓男子脸色通红散出浓浓酒味 遇到警方要酒策 红姓男子一开始还假装要配合却突然加速逃逸 导致黄姓远警手腕擦挫伤 尽管事后双方已经和解 但是夸张行径仍被移送法办 另一起案发生在去年1月 地点同样在北市万华区 黄四轿车缓缓进到零检点 准备接受酒策池 驾驶突然踩下油门往前方冲撞 还好当时远警闪得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名冲撞远警的彭姓男子 是名酒驾累贩 疑似喝酒上路还冲撞远警 被以妨碍公务罪起诉 只能说喝酒就别开车 因为对路人还是对远警 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记者桑粉辰张士奎台北采访报导